曾經晉任將官去年決定 在這個光榮的時刻 我要向大家表達最誠摯的祝賀 更要代表國人向各位至上最深的感謝 謝謝各位堅守崗位 首度國家安全 在場的每一位將官 都是經過長時間的情緒經驗 才能有今天的成果 我也要謝謝現場眷屬的支持 各位都是我們國軍重要的後者 這幾年來 我們持續推動國防制度 提升守護國家安全的力量 不論是國軍國造 或者國際國造 都有具體的成果 去年底 我們提出了兵力結構調整的規劃 來強化全民國防 在上個月 也有首批我們女性 貨幣兵員 致遠參與效果 我們逐步落實國防改革 將加強國防的戰役以及韌性 在這當中 都有各位的努力和貢獻 今天的進任是一份榮耀 也是對各位更遠大的期許 我期許各位 未來能夠應用領導統一 強化部隊的訓練和士氣 也要落實人才的培育 提升國軍整體的素質 最後 再次更請大家信任 我們一心努力 建對現代化 專業化的部隊 鞏固國家安全 也讓世界看見我們守護國家的決心 這次ある 這次要認識 我們陪不斷 我們來舉辦 説明